千万别眨眼 开 哇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我所遇到的 那些普通皮革切了暴涨的料 废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 木娜的偏长口料子 皮革没有任何脱沙表现 看看切开怎么样 好像棉有点多 哦 化开了 里面全部化开 哇 中间肉质整块倒冰有底色 这料子要是开窗开浅一点 都以为要垮 里面肉质竟然这么漂亮 皮革松散粗糙 典型的偏长口大马坎料子 一般这种皮革料子切开肿嫩肉粗 看看这块切开怎么样 哇 肉质发黑了 完美无裂 糯冰飘兰花 局部肉质到冰种 皮革又厚又松散 所谓的皮紧肉紧 皮松肉松 这句话在这里简直就是扯淡 真是神仙难端寸余 墨细沙长口料子 这块皮革长口正 但是皮革很厚 没什么表现 翻沙均匀细腻 这种皮革切到糯种糯化的情况比较多 看看这块会怎样 哇 里面化冰了 作为难得的是 里面一点裂纹都没有 好像还可以取一对小圈口的手揉 这料子我已经还价3000万免币 它还不卖 这皮革不切的时候 不会超过100万免币 现在今非昔别了 木纳长口的白岩沙料子 所谓木纳出奇迹 也是小概率事件 不会每块都切长 皮革多处有松花 说明里面会有飘碎迹象 整体不松散 里面肉质不会太嫩 打开看看 哇 冰飘发 底妆非常纯净 这种水 这皮革长爆了 但最后小田在这里 要奉献大家 要理性切石头 这些都是个别现象 也许你在找块相同皮革 也不会切出这样的效果 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